居家照顾的关怀包内容包含干粮 泡面 饼干 温度计 垃圾袋 以及一张关怀中心服务事项 事项内容包括垃圾清运 倾销 心理资商 宠物照顾等需求 这是台北市政府率先请信医区事办确诊者居家照顾服务 目前挑选出年轻 身体状况良好 居家条件符合的确诊者 将会在家治疗 不用送防疫专责旅馆 如果这个确诊者在家 他可能会有一些医疗上的需求 我们这边会有联合医院 还有中央的系统 以及我们相关的同仁会先做第一步的筛选 所以虚拟医院的部分 我们只要在家里有就诊的需求 或者是有看医生的需要的话 我们都会透过虚拟医院的方式 让他能够跟医生接触到 如果有严重的状况 当然就是送119送1 另外一个部分是区域关怀中心 里面主要有一些 除了健康的部分以外 我们会有专人希望能够每天了解确诊者的状况 那因为有人确诊他可能全家居隔 所以可能在生活物资 还有相关的用餐方面都可能是碰到困难 这部分我们也会跟业者来做合作 那目前也有一些卖场的业者来协助我们 他的需求我们会协助他们来做取得 另外每一个确诊者在家 他都会取得一个关怀包 那关怀包里面会有相关的干粮和泡面 让他有基本的一个 还有饼单 让他有一些特殊的状况 也可以暂时冲击 那另外还会有相关的温度计 以及垃圾袋 那里面会放了一张有关关怀中心 能够服务的事项 包括垃圾清运 清销 如果他有心理滋伤的需求 还有如果有宠物照顾的需求 那有些 有些确诊者可能是家人 是学生 然后里面有 教育局也会进入这个应变中心 那另外有关身心障碍 若是独居的话的 加户协助 社会局也会全 接手来服务 那中间有任何出门 比如说他要去就医的状况的派车 还有如果他家户里面不适合 做这相关的部分 我们的防疫旅馆的遗志 那紧急的就医 还有其他任何的杂事 我们都有关怀中心来做 后续的服务 那这中间 关怀包里面的物资 还有相关的DM 会让他至少在他在家 居家隔离的这段时间 能够知道他可以找到 什么样的需求 北市确诊者数量攀升 很快就会超过 防疫专责旅馆数量 确诊者势必要在家中隔离 北市未来会在各行政区 设立关怀中心 由区长当窗口 运用区公所力量 解决医疗以外的问题 所以我们在今天早上 已经开始在信义区 示范说确诊者在居家照顾 但我们一开始会选那个 比较年轻的 最好是一人一户 如果不是一人户 最起码也是有单独的卫衣设备 身体状况比较好 像是怀孕 洗顺就要先排除掉 年纪大的就排除掉 所以我们一开始还是选比较安全的 换案例 那我们已经有示范了大概 今天早上有一开始就有三个 三个case的病例 那我们现在是这样 目前这个一旦确诊者摆在家里 其实他最主要问题 还不见得在医疗 因为医疗这个系统 长期来我们都训练的相当好 所以这远距医疗都做准备 现在问题是 这个要买东西来 要丢垃圾 要关怀 怎么送护士给他 这反正是有问题 所以我们大概将来 是在每一个行政中区 要形成这个关怀中心 医疗归医疗的处理 医疗以外东西 你区长当这个PM 然后来统合整个局处的 区公所的力量 来帮他们处理这个医疗以外的 这些问题 大概目前是计划 至于这个 因为今天早上已经有示范了 那个示范的这种状况 我请房屋市长来跟大家讲 那我们今天是新医区先上 然后明天预计 中正大同再上 那后续的这个倒立要扩张的速度 多快 我们看看每天确诊的人数多少 他我们这边准备状况 因为我们也是一边上线 一边在做debund 就是看看有哪些有问题要再做修正 所以且战且守再改变 那么目前因为到现在为止 中央也没有公布说确诊者在家照顾的这种标准流程 他说我们就反正也不能再等了 我们还是先做准备 而且在台北市还是确诊者人数多了 也不可能 大概我看很快就超过我们防疫专则旅馆的房间处 所以一定要摆在家里 所以我们今天新医先上 明天中正去大同区再上 那后续就看 目前新医区已有三人适用居家照顾 接下来预计将是中正大同区事办 至于其他行政区是否启用 则是之后确诊数及师傅准备状况来新增 柯文哲指出 目前的政策就是一边上线 一边滚动式修正且战且走 记者温宇俊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